视苗完成苗窗土的开采作业 心情积极取代人工劳动 高效便捷的作业模式 可提高作物80%的存活率 移动苗窗在现代化农业智能科技时代 让苗木生产更加高效便捷 每年的3月份之前 就需要完成苗窗土的开采 在东北寒冷的气温使得这里的土块冷冻结冰 对于苗窗土开采的难度也经营不加大 为了能减少人工跑土的劳动强度 东北小伙发明出了冻土破碎机 冻土破碎机在研发之初 家人对徐师傅的想法非常的不理解 也让他的研发一度停滞 但是他在不断的构思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冻土破碎机是利用车子本身的动力来运作 利用链条的传动实现车子与机器的联合作业 在链条的带动下 碎土机的滚轮开始高频率的战斗 在滚轮与刀片的摩擦打碎中实现冻土的开采 这使其开采效率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是在高频的作业振动中 链条会出现晃动过大的情况 严重时还会直接影响机器的作业 于是孙师傅在链条的传动方式上做了调整 他在不断的努力中逐渐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让他的研发更为顺利 心情动土破碎机 在链条上增加了一个浮链轮 在机器作业时可随时调整链条的松紧度 从而使链条在作业中更加平稳 使用动力更大的车子 对破土机提供更大的功率传动 减轻机器作业时的相对摩擦力 提高机器的作业效率 将单链条更换为双链条 使机器的动力传输更加稳定 也能减轻机器作业时对链条的磨损 延长机器的使用时长 通促破碎机的出现 解决了传统人工使用稿图敲打的形式 只需一台机器 就可以抵20个人工同时作业 作业效率更是人工作业的10倍 而且机器开采的苗传土和格率高达90% 作业效率更加 无需人工二次筛选敲打 就可以直接使用 节省了作物的种植时长 新型农机的应用 使作业更有效率 让收入更加可观 让人们更加省心 为它的发明之间